狗猴子存在班达禮奇,上次第七,前次第六 跑过六次,0.5上名,0.16取胜 赢过的一枚 狗猴子,我买盘在班达禮位置 第一场输了,最大风险是狗猪 狗猴子,1.18磅 一号,三缸飞轮 连续四次跑十多名 被一毛衔冬,由头放到尾 一号,三缸飞轮起来 跑过... 上次12,前次第九 初跑谷草 田草都可以,谷草都会跑 三缸飞轮,跑过三次 又两次是十多名 二号,幼龙串逢 跑过三次,今次第四次出赛 三次赛程之中,最厉害第五 上次第14,前次第五 初跑谷草 初跑谷草 又龙串逢 初跑谷草 又龙串逢 上次第四,前次第四 再前次第二 六次赛程,一个win,一个第二 一个第四,一个第五,一个第六 都是在前六回来 前六前七名之内 三毛仔 马亚 这枪挺好的 跑过六次 0.66上名 哇,挺高的 0.33取胜 高占圆軸 马亚 四号仔,潘顿 四号仔,潘顿 这极是有讲有笑 这极是这样的 上次第三,前次第四 前前次第二 六次赛程 有三个第二 一个第三 一个第四 一个第五 都是在前面回来的 比上次何宅耀棋 他现在看122磅 潘顿 骑这极四号仔 他跑过一次 100%上名 第二 四号仔 看看潘顿的骑攻 可不可以帮帮他 五号仔 五号仔 快步足 快步足 六次赛程 试过一个第一 一个第二 一个第三 都不错的 但是上次第九 前次第四 就初跑此程 就是说 他本路程 不是他 取胜 有派彩的路程 来的 六号仔 神龙区 跑了六次 两个第一 一个第三 但是之后 年多了两次 之后 就跑十二 然后跑第五 就跑第十 好像 好像 交代了 那样 好像 神龙区 跑过五次 0.4 上名 0.2 取胜 至少赢过的 六号 神龙区 有机会的 莫丹尼 至少陆程之中 有两个第一 就是陆程赛职 这一款最好 整体 近职 多好呢 就是有说有笑 高瞻远足 7号仔 飞天神区 这一款 最近的两次 跑得很好 连续两次第四 跑过两次 都未能上名 今次是梁家俊奇 苗德丽 飞天神区 7号仔 梁家俊奇 梁家俊奇 跑过两次 跑过两次 有位置 排队 然后 水箭龟 水箭龟 六次赛职 水箭龟六次赛职 有一个第二 两个第三 都很好 上次跑第六 前次十四 跑过两次 跑过两次 0.5 上名 没 win过 他最好 跑第三 这个路程 霍宏星 9号仔 全赛 班特丽 上次第七 前次第六 跑过六次 10号 0.9号 上名 0.16 走尚 po 这只码很好的 我在关注4号3号 近跡较好的 这场码只有3个码赢过 第2场是3号6号9号 3号比较好些 取胜率 上名率是4号好些 上名率是4号3号9号 下名率是3号4号7号9号 3号4号7号9号 我选4号3号 我选4号3号 A3其他冷碗如下4匹马3.3倍 今场选A2隔夜半热门789 暂时2.5倍 淘淘8号 淘淘3号高尖远触做今晚的精算 4重座用7号飞天神区做胆 拖2号3号4号8号 一拖4号 一拖4号 我选4号3号 我选4号3号 奔得力7倍 最冷门也是1号 三缸飞轮 气威心 跑三次最厉害第九 所以冷门点是对的 2号跑过三次最厉害第五 上次也是14 其实一同二都差不多 两个都初跑菊草 田大安飞轮比较多 三号高尖远足马雅 马雅因为上将跑第一 六次赛程之中有一个第一一个第二 这个路程就跑过六次 0.6上名0.33取胜 所以马雅也有五倍 然后潘顿当然了 潘顿哥 这马连续跑六次 六次之中有四次上名 是没有赢过 你是幕后人 你是老板 都想赢回 不然就这样 加下加下分 没有机会 所以就找个潘顿 另外 飞天神区那些7号 当然 连续两次跑第四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选 选择 Jenny姐就选择3号 8号 4号 9都有3号 4号 8号 3号 8号 水箭规 9号 班德里 6次赛程当中 最厉害第四 是没有上名的 这些马就是冷门位置的对象 这些马就是大队 有机会的 马上来香港 现在是这样止住耳室的位置 这就是大叶满 他又在告诉大家 为何固着耳朵 用耳朵 做好些 又调害一下配备 这样 他和我说给兽衣 是否说给工作人员 3號 高尖軟軸 5倍 4號有紅格 8號有票 水戰龜 因為季初跑過3次 水戰龜 64,32,32 小貓 Janny姐選擇3,8,4,9 我選擇4,3 只是加1磅 我覺得相對有好處 60多元 神龍區都進去 再來快步速 講有笑 入閘有火 動身動勢 很順利 剩下三光飛輪 遊龍串鳳 和飛天神區 交給雜錢 全目目不準備 妥當 二場賽事 三班 2,200米的長途賽 大熱 是4 好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 有這隻快步速 在中間 有這隻 黑衣 水戰龜 外面有講有笑 再見到第四位 就是這隻飛天神區 外面高尖 遠足 進佔第四 剛剛過了它 內難第六位 是神龍區 後面三匹馬 三光飛輪 後面三匹馬 尾以白鼻窟 是全財 暫時殿後 是那匹遊龍串鳳 剛剛第一次轉彎 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大頭 是快步速 有講有笑 是二達望空的第二位 內難第三 是水戰龜 第四位 紅衣 紅帽 高尖遠足 內難第五位 神龍區 外面飛天神區 南白格仔衣 終於慢慢穩定到這隻馬 後面三匹馬 全財在尾三 尾以三光飛輪 暫時包尾 仍然是那匹遊龍串鳳 接近對面直路頭 剛剛第一次過終點的時候 前面帶頭的馬 是快步速 有講有少 原來在第二位 也熱得很厲害 只有2.1倍 內難第三 是水戰龜 高尖遠足 第四 第五 神龍區 第六 後面三匹馬 全財三光飛輪 依然是有龍串鳳 接近對面直路頭 基本上大家的位置變得不同 都沒有什麼變得 看下沒有什麼變速 前面佔仙還是這隻快步速 外面是那隻有講有少 後面的第三位 就是水戰龜 第四位高尖遠足 第五位 再看到外面是屬於貓南百卡 非天神區 外面有三個 三江飛輪 尾八臂窪 全財 包住了後面 馬上是右龍串鳳 來到直路頭 直路中尾根 沒有變咒,前面快步速仍是佔先的,外面位置仍是有講有笑 第三位是水箭龜,外面高瞻遠足,再見到外面藍白駕姐三,飛天神區,內蘭尾四,黃三是神龍區 右龍寸鳳想走,走不起,現在在尾三,後面兩隻,分別有全裁白鼻窟,中間就是三江飛輪 好了,正最後直路,前面一隊在鬥,快步速鬥有講有笑,外面高瞻遠足上來,喘內蘭尚,還有水箭龜 馬林中間偷入面相逐的神龍區,全裁也都追上來,最後百多米,透出是高瞻遠足,賣變位置有講有笑,外面是全裁,接近中間高瞻遠足,都是贏了你這批馬,跑第二名,是全裁在外面 買了四衣服,跑了一隻衣服出來,都幾好啊,頒得禮位置 呃,程式買盤,那就中了啦 總頭駐兩駐,贏回2.4駐 不是,3,8的四號,四號仔跑第四 3號仔,贏了6倍,誒,買3號仔更好啊 我買4.3,買3,跟Jenny姐更好,買3號行頭 潘頓就沒辦法了,沿途就跑2,3碟 跑2,000多米 5號仔,快步速,紫色衣服,兩隻都是紫紫的 潘頓 他跑多了,都很多路程的 他又想進去 他又想進去,但又不夠位置進去 那就跟著了,沿途一直是這樣 都沒什麼鬥力,都是這樣 我買了這隻,4號仔,我買了這隻 3號仔,跟著4號仔跑 這隻3號,這隻4號 他當然是比較好處 還是快步速在前面 有說有笑,跟著他去搬檔 水箭龜在這裏,高尖軟族就跟著潘頓的馬尾跑 班德麗就在這裏 這隻馬跑第三的 班德麗 他當然是好處 跑了一個內蕩 他現在開始上斜路,轉彎 快步速在前面 還是這樣,快步速在前面 潘頓的右鋼右笑在第二 今天3號仔會贏出來的 就跟著 跟著有潘頓跑 3號仔,哪個馬尾這麼聰明 大家都是跑外擋而已 不過他又變成有遮掩 前面的馬遮掩著他 5號仔 快步速在前面 快步速在前面 一轉 高尖軟族就跟著他 一鬥 高尖軟族就過了潘頓 都不用怎麼打的 馬去到這裏都沒有力氣了 3號仔,班德麗衝上來 跑第三 班德麗 跑第二 班德麗 有26元,不是2.4元 那我正式買盤就勝出了 不再賭了 總頭駐兩駐,剩下2.6駐 即是30% 30% 以每駐計算 3號,9號,8號 260多元 3,9 圍字Q又75元 也不錯 3-1,余地派彩 勝出了 3-1,余地派彩